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可以为大家来做营养的米粥 那在这个时候呢 妈妈就给他们准备了好吃的糕点 饼干 是什么呢 是臭屁虫的韩国糕点 好 下面呢 咱们看看这是什么好吃的呀 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 是臭屁虫 是阿红和阿黄 咱们打这个糕点呢 哎呀 看看我们的臭屁虫的糕点 呀 这不是他俩的图案吗 啊 是阿 是阿 真的是他俩的图案 让我先来尝一个好不好吃 嗯 这么好吃啊 好香 好甜呢 特别的香甜 那咱们给它装到一个盘子里 给臭屁虫 我们把火关上了 然后呢 把水呀 倒到这个碗里 嗯 倒一些水 多了 咱们往外倒一点 然后呢 咱们呀 要放一些米糊 这个是营养米糊 韩国的营养菜园米糊 特别有营养的 咱们要挖一勺 挖一勺啊 放到这个 如果吸了的话呢 再放一勺 咱们水有点放多了 再来放一勺 它这里呀 也含着蔬菜 嗯 闻到了特别香甜的味道 好 咱们给它们盛到碗里 每个人呢 都盛一碗 每天早晨呢 吃一些这样的营养粥 才会健康的成长 妈妈猪和爸爸猪啊 非常注意呢 啊 小猪 佩奇和乔治的营养 我们呢 这里呢 还需要放一些 营养的海鲜 我们再放一些海鲜的蔬菜料 这样呢 营养价值呢 会更高的 这个呢 就是营养的海鲜 这里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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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呢 小鱼 还有蝦 它们呢 把它们制作成了干物 然后放到这个粥里 这个粥的味道呢 会更好喝的 营养价值呢 会更高的 好了 咱们的粥啊 和这个营养粥 和这个糕点 都给乔治 和佩奇做好了 咱们给他们拿勺 让他们一起来 尝一下 看看今天早晨 妈妈为他们准备的粥 好不好吃啊 乔治和佩奇说 让我先来尝一口 乔治就先尝一口 哇 好好喝呀 还有鲜虾的味道 还有紫菜的味道 哇 这么好喝呀 佩奇说 那我也来尝一口吧 哇 是啊 真的有海鲜的味道呀 啊 妈妈妈妈 你做的太好吃了 哦 我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妈妈 真是幸福呀 啊 大家高兴的吃着早餐 嗯 一会儿啊 他们就吃饱了 吃着糕点 喝着粥 这是早晨的营养呀 非常的丰富 啊 小猪佩奇和乔治呀 吃饱了以后啊 就准备上学去了 好 那今天的美食啊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感谢小朋友们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就请关注我们 订阅我们 好 下次再见 谢谢